银丝病危了 魏叔匆忙命人叫御医 快叫御医 快叫御医 说着他抱起银丝 但所有人却被堵了回来 带头的银状率军赶到 新国的新王营荡很快就来了 他们现在要拥立新王 魏叔痛不欲生 你们这是谋反呀 银状大步上前 被魏叔赶了回去 银状开始摆石石讲道理 魏叔猛的丢开银丝 让银丝重重的摔在床上 一代熊主秦桧文王银丝 夹崩 秦叶奔驰赶了回来 看着床上的银丝泪如雨下 作为秦国的第一位王 银丝的一生不拘一鸽 大胆重用外臣能将 邦交征伐游刃有余 平未乱退外患 征八蜀定义渠横扫六合 大秦从此时开始东出函谷关 秦国一统天下 从这打下了奸史的基础 银吉知道银丝走的时候 公子撞在宫里 他怀疑银撞士军 但却被银当怼了回去 银吉立刻实时务的功身认错 张义回来的路上 看到路上的白布泪流满面 他明白了 银丝走了 过去的一幕幕袭上心头 秦武王银当正式继位 各国使臣送上祝福 银当尚未第一件事 便是连岳押楚 银壮的决定让所有人都不理解 背后张义找到银当 依据先生让张义半天没缓过神 他本是相国 此时成了先生 显然银当看他很势不爽 但张义还是告诉银当 罚交是国家大使 要秘密的进行 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 轻易透露 张义建议现在刚刚即位 政局部闻 还是不要打仗为好 银当不屑一顾 莫非有人想趁机闹事 张义还想再劝 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银当的治国政策和银四 截然相反 张义懂了 这个地方已不再需要他了 夜晚张义和魏燃接酒消愁 这俩人一个是银四的公骨之臣 一个是银记的亲舅舅 现在都是银当的眼中钉肉中刺 第二天 银当将甘茂叫了过来 他要商议的就是张义怎么处置 甘茂觉得这事确实不太好办 张义对大秦鞠躬甚美 但话未讲完便被银当打断 银当提出让银级和甘茂任左右丞相 但甘茂立刻起身 表示自己只想打仗 不想主政 那银当就要问了 你想打哪 说说 通三川 溃宗州 银当笑了 这不巧了吗 咱俩是不谋而合 接下来 魏叔读住了刚刚见完银当的秦史 询问秦史和银当说了什么 秦史文言也不隐瞒 我告诉大王 米王妃和银记在赵国过得很 魏叔想知道银当下一步打算 但秦史守口如瓶 事后 魏叔找到了干儿子米燕 询问他偷听的结果 米燕愣住了 你难道想杀我娘 魏叔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米燕是米八子的儿子 他匆忙盗窃 米燕转身离去 却又被魏叔喊住 太后有何吩咐 一句太后 瞬间将两人的关系拉得很远 他苦苦哀求 让米燕不要走 现在的他 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只有米燕可以和他一条心 但米燕转头找到张仪 他想救米八子 张仪思考片刻 一言不发 他一转头 米燕迎面碰上了舅舅魏然 这二人一言不合即刻开启 张仪慌忙劝驾 随后三人做下商议 但门外却早已有人进入投资 而这给了盈壮借口 他来找盈壮告状 目标直指张仪 你这是进禅言 张仪是谁 那是先王的功臣 为大秦鞠躬尽寸 贤侄已经够过分了 盈壮提议不得不放 盈壮真不愧是颠倒是非的高手 他认为米燕身后是义渠人 魏燕身后是成千上万的假式 张仪身后是魏国 这三人都不简单 但盈壮虽然莽撞 但是也很精明 义渠他从来没看在眼里过 魏燕身后将士也是他的将士 张仪压根没理由反清 张仪为何要反清 论找借口那还不容易 为什么 曾经的相国现在没了实权 奉入寥寥无几 足以让他心里不平衡 盈壮没想到 新秦王是一句话也不听他的 但他还是要尽早布局 夜晚他叫来家丁 让他们暗杀张仪 当夜一群将军突然来到张仪府上 提议让他们快点收拾行李走 话未讲完 一只弓箭结束了他的性命 刹那间漫天弓箭 张仪赶紧躲了进来 但士兵寡不敌众 此时便已感到 话音未落 一只弓箭射中苏轩 所有人顿时冲了上来 就在这时 迎击来了 迎击一刀毙命 张仪一生为了大秦 却不想落到了这般田地 张仪一夜白头 第二天 禁止来找秦王迎当 那么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 黄员